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记录废品村里的人生故事 这里是北京市北武环外的东小口村 北京市规模最大的费品回收市场之一 每天都有许多拾荒者将城里的大鸡和费品带来这里卖掉 东小口村费品回收市场最多的时候 有将近一千个院子 每个院子里都住着费和费品的商户 他们会费品进行分类和整理 贩卖给费品加工工厂 形成一条垃圾费品储物里的产业链 这个产业链养活了许多外地来际的农民工们 本期三十字幕补联系的两家 三十五亿 blast 还准备 cru 욕器 而靠近你 我们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近几年随着城市不断向外扩张 东小口村所处的北湖满脉 从十几年前的尖郊变成了如今的黄金地段 按规划这里不久就要盖上新的商业楼房 东小口村分为东边市场与西边市场 2013年年初东边市场已经被拆除 高楼也开始兴建 如今西边市场还在等待拆迁 他一拆了我们都没法呆了 找不到地儿 找不到地儿是吧 没有地儿没得一块地儿没法干的 这一片有多少人呢 这边踢着人下来 我怕这不止提前人吧 东小口村西边市场还剩下300家回收废品的商户 回收废旧塑料的乔春雷就是其中的一家 他来到北京有八年的时间 如果西边要拆迁 这就是他两年内第五次搬家了 在北京八年 乔春雷一直干的都是回收废品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 他在北京周边辗转搬迁了四次 两年前搬到了现在五环万的东小口村 前几天乔春雷的女儿乔影所在的广儿园也拆迁了 像我们的上岸这个困难 运渐有拆迁了 乔影在家都搭一个游戏了 我本来就想上学前班 但是那个学校没有学前班 学前班已经搬走了 我们的主要孩子都是上楼 老子搬家 乔春雷的父母也在院子里帮着干活 眼看夫妻已年年老去 母亲也因为劳累过度 生了一场大兵 每天都要吃药 乔春雷既心疼又无奈 你也挺心疼的吧 那肯定 这自然的肯定不用说了 那他们现在也挺心疼的 他们要照顾风味 向他养育孩子 而拆迁就意味着 要重新找住处 合作生意的地方 又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作为家里的顶阳度 乔春雷总是想着法子 多赚点钱 他决定除了在院子里收费品 同时还跑去城里拿货 赚些外快 在东小口村被顶回收市场 像小春雷这样的家庭 占据了从业者的绝大多数 大家都希望在拆迁到来之前 能够找到出路 东小口村费品回收市场 每一家珊瑚都专收一种费品 乔春雷专收素料 同样来自河南的老乡李小丽 则只收费酒钢铁 这些年北京城市建设很快 非旧钢铁的回收与买卖的需求量 昼然增大 李小丽发现了伤机 十年轻赚了数百万元 一年前 消息灵通的他 听到拆迁的消息之后 早早就开始寻找出路 直到小学毕业的李小丽 1997年时 从河南信仰光山县来到北京闯大 十多年生意做下来 他早已习惯未雨绸缪 提前应对变化 2013年5月 李小丽在东小口村 向东十公里的黄岗村 租下了一片2500平米的空地 将原先在东小口村的部分关系骨和生意 都搬来了这边 同时 他还采购了一些大型的机械设备 共花了一百多万元 机械这个图子不少钱 我广这一块 你看它是一块铁 这个就三十多万 这个 这个值重就是 五十多吨 只花了半年的时间 李小丽在这里的废品生意的规模 就已经超过了 她原来在东小口村生意的总和 这边现在升级应该比较好 这边 这边 对 这边量大 对 现在人就是说 头那个泄车方便 你一二十吨 一个小时就搞定了 全部都泄完了 在那边就不行了 要人工啊 这边有机器 这个汽车也快 眼看着新场地的生意 渐渐坐了起来 李小丽也放下心 退租了在东小口村 六个废品院子里的寺 将工作的中心 慢慢转移到这边来 废品村即将拆迁 有的人早早找到出路 有的人则迫于升级 还在苦苦等待 废品村几事 稍后继续为您讲述 面对变局 废品村里的人们 又将何去何从 自己一手个月 慢慢建立的 感情特别深 那不是一般深 那都太深了 我可以 我所有商负 在东小口治过人 从这个行业上 对东小口都有感情 这是我里边最大的天赋 他叫徐明俊 是东小口村 费费回收市场的老板之一 最近 不想像吴晓丽一样的商户 听说东小口要拆迁 提早退出的样子 徐明俊的租金收入 以下减少很多 走着将近日北架子了 二百架了 那现在还剩多少架 现在还有几百架 还有几百架 那您负责 才多少架 我们这将近 也有小一百架子 小一百架 现在 也没有给我们 心理消息 也没有去让我们搬 也没有去不让我们搬 应该迟早就要搬走 是吧 迟早要搬 徐明俊 今年四十八岁 来自河南信阳市光山县 来北京已有二十多年 2003年 他跟几个老乡 每人储资七十万元 河前租下了 东小口村这片九百亩的荒地 建起将近一千个院子 将院子出租 给从事废品回收的老乡们 每个院子 收月租金两千到三千元 而他 平常主要负责 维护市场秩序和安全管理 原来就是废弃房地 野草将近有两米 一人多深嘛 找的铲车 推斗机 光推的草 推了一礼拜 推完以后 自己放钱 从头到尾 自己来平整地 铲草 自己来架 1991年 居民俊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 在建筑工地当尼瓦家 他看到 有老乡在城里回收费品 赚钱不少 于是也决定转行 开始来 我这是个跑业务 跑这个费品业务 骑个人车 那时候北京市还没复杂这份 好像五发还没修好 林毅啊 就开始 做个费品 开始 收费品 一开始 居民俊 只是在城里 租了个门面 回收费品 再转手 将费品卖掉 赚个差价 但随着生意 越做越大 他发现了 费品回收行业里 更大的商机 城市在发展 人口在震度 生活条件在好 你觉得我来北京人说一下 我看见的 北京的现在 生活垃圾和生产垃圾 包括这个 厨房垃圾 越来越多了 非洲这些 生活生产垃圾 都是北京的 建筑工地的 工厂的 超市的 小厨里边 包括单位里边 居民俊发现 城里的费品 需要为大量回收 而费品的回收和买卖 却四分五三 他跟几个老乡 一合计 决定一起出钱 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 将费品的买卖 都集中到市场里进行 就这样 东小口村 费品回收市场 在2003年建成了 从此 近千个专门 从事费品回收的商户 慢慢集中到东小口 几年下来 东小口村 就成了北京市最大的 费品回收市场之一 中小口村 没有签线 每天就费油 上千顿 几百顿的往往拉 这会儿慢慢地 给他东小口里 带来了一定的财富 带来一定的人群 带来一定的仁性 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 包括他的地 房租有赖产 什么东西 什么又赖产 包括这消费 当地的经济也发展 废品回收这个行业 为徐明俊赚下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他也把家人都从河南农村老家 接到北京开始了城市生活 但他没想到即将年过半百时 经行了十多年的废品回收市场 面临拆迁 究竟是就此转行 还是另寻地方重头再来 废品村记事稍后继续为您讲述 徐明俊的儿子徐元宏 今年88岁 从中国林业大学 读完研究生毕业后 在一家投资公司工作 17岁时 徐元宏被父亲从河南信阳农村老家 接到北京来读书 一度徐元宏不愿跟同学提起 父亲所做的生意 那个时候觉得可能有点不好意思 同学一般还是不知道的 怎么说呢 我也会刻意上次回避一下吧 在北京的11年里 徐元宏奔着父亲住在废品回收市场 这几片小房子就是03年 这是办公室 现在这是办公室 然后这是厕所 这是台务室 这个是厨房 这个是当时我住的 这个地方就是当时我的家 03年到10年 差不多都在这里面 这是原来那个简单的小客厅 这个地方我就原来住在这 对就铺一张那个大灵床 就住在这个地方 肯定有感情 来这边都很熟悉 毕竟在这边也住了七八年 八年多 就在这个建议品房里 徐元宏看着父亲白收起家 一点点把废品回收市场做起来 他知道 这里是父亲大半生鼓励的成果 眼下市场要拆迁 居然宏很理解父亲的失落与效率 但他也知道 改变是不可避免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 可能就不是很适合北京这个城市发展 因为这个毕竟大家也看到了 露天的环境可能会比较差 我们自己也觉得 不利于长久发展 徐元宏找到很多 研究废品回收的专家 为废品村寻找出路 我爸他可能就没这方面的 一个信息收集能力 我就帮他收集信息 原来是学计算机 后来学的是管理 所以就会帮他做一些计划书 做一些简单的一些规划 徐元宏了解到 国际上对于废品回收和处理加工 已经有了一套现代化的方式 徐元宏先以赴取效仿这种产业原模式 开设新的废品加工工厂 这或许是 东小口存拆迁之后 继续从事废品回收行业的唯一出路 我们就是所谓的模仿借鉴国外的 类似于那种花园式封闭式规模化的那种新型的 环保式的工厂 对这个整个产业 这个行业进行一个升级 升级改造这样一个行为 有了新目标 居民军仿佛又看到了一丝树华 这些年他一直在往返于 京城郊区的各个村落与皇帝 希望能够找到一片 建立新型废品回收处理工厂的地方 我爸在那边不管怎么说 也算是投入了十几年的心血 挣到第一笔钱 所谓的第一笔 小心很有感情 感情太深 自己一收个月慢慢见了 感情特别深 那不是一半 十多年的交情 让徐明俊与这些同样来自河南的商户 不再仅仅是老板与租户的关系 还成为了相交多年的朋友 我来的时候我家就四个人来百斤 现在我家四个人 四个人 四个人多幸福 上业了 我比你大我还没上业了 他们也想要好的环境 也想制度调节好一点 也想生活调节好一点 我们想搞好 想搞一个很好的环境 过好的生活 他们有楼房住 他们有宿舍 周围也有立法 也在有事 有超市 下边他们也能日落打球 虽然李小离已经找到了新的非便回收场地 不用再担心都想靠拆除的问题 但他告诉我们 他也很期待居民俊的新工厂 我还这么想 如果习总要找到了 我还跟他一块走 又是老乡 人又熟 他那人比较不错 对 就还跟他一块走 2013年9月 中秋节到 这是乔春梅 在东小口村度过的第二个冬秋 他到商场里 买了一份玉饼 得从未吃过玉饼的两个米而吃 李小离今天提早收工了 他决定在中秋之夜 跟同样来自河南的工友们 一起吃顿团圆饭 在非便村的一个角落里 李小离开撇了这块菜地 他说虽然已经离开农村老家去年了 但仍然喜欢自己种菜 这一块这里上面有点种的 也开始长出来 手不得吃 现在不长大了吗 我自己弄的 你哪一年开始弄的这个 就是今年弄的 原来这个地方堆里 就是这样的钢筋 弯的钢筋 那天最好给他卖了 弹的地方了 这些年 李小离靠坐废旧钢铁回收生意 买了车 在城里也买了烦 但她依然住在非便村里 李小离请来的工人 都是河南信仰的老乡 翁年火节时 大家都会在李小离家里团聚 中秋之夜 小川的一家也独家了几两餐 在非便票子里 是一个再度不通过的团圆饭 老师讲的啥子没费 你唱吧 我爱我的家 我爱我的爸爸 爱我的妈妈 因为是你们 把我赴上班 从事游乐里 还有幸福家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 东小口村里的人 就在这明亮的月光下 如废品的包幕围中 享受着借客的暗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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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